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好了 蓝网机俯下身来 想要抱魏无羡 但魏无羡心疼蓝网机累 便把躬身过来的蓝网机 推开一点距离 然后起身 套上拖鞋 绕到蓝网机跟前 把背对着蓝网机 微微屈膝 道 以往都是你抱我 你背我 今晚你这么累 也让我背你一次吧 别 蓝网机想都没想就到 你背不动我 这话一下激起了魏无羡的胜负欲 我背得动你 我怎么会背不动你 快点上来 蓝网机望着魏无羡 单薄的脊背和尽瘦的腰身 心里的暖流毫无预兆地一下子涌了上来 从小长这么大 还没有把背脊送到他跟前说要背他 除了很小很小的时候 又一次生病了 叔父又不在家 哥哥背着他去医院那一次 还从来没有人背过他 现在 他既没生病 也没受伤 只是因为心疼他累了就要背他的人 恐怕这世上也就只有魏英一个人了吧 魏无羡就这样躬身了好一会儿 也不见背上有人扑来 便回过头去看 就看蓝网机站那儿看着他发呆 魏无羡瞬间皱眉 蓝战 你看什么呢 上来啊 我背你去睡觉 好 蓝网机鼻头一酸 只觉自己心里的暖流 就要沸腾了一样 好暖好暖 他想 背一次就背一次 以后换他来背魏英一辈子 这么想着 蓝网机俯身趴到了魏无羡背上 双手手臂松松地还 在魏无羡的脖梗上 魏无羡则是双手搂住蓝网机的腿弯 一用力就把蓝网机背了起来 虽然有点吃力 但还是能稳稳地将蓝网机背在自己背上 两个人本身就差不多高 顶多也就两厘米的差距 魏无羡一咬牙就把蓝网机一口气背上了二楼 进了卧室 魏无羡本想转个身把蓝网机放下的 却被蓝网机使坏的一用力 直接被蓝网机压在了身下 而两人的姿势 却还是背和背背的动作 魏无羡被压在床上动弹不得 他便干脆不动了 只是把下巴枕到自己胳膊上 闭上眼睛道 蓝网 你是想就这样 让我背着你睡一宿吗 也行啊 蓝网机边说 边用下巴在魏无羡的后颈上轻轻蹭了蹭 然后低头去秀魏无羡后背的体香 蓝网机呼吸时的热气从领口进去 像一阵微风一样 又很像一片羽毛轻轻飘过 惹得魏无羡的皮肤痒痒的 蓝战 魏无羡忍着体内蠢蠢欲动的邪火道 起来 蓝网机道 不起 魏无羡心说 竟然还学会了耍赖 其实 几乎每晚都要翻云覆雨一番的 这些天因为蓝网机天天晚归 一次都没有做过 现在蓝网机又在有意无意地聊拨 魏无羡还真有些想了 但已经这么晚了 蓝网机又这么累 魏无羡心疼 并不打算再继续折腾 偏偏蓝网机却越发聊得起劲了 魏无羡只觉得 有两只手 从一脚下摆探进了自己的衣服里 然后一寸一寸地往上抚摸 直到胸膛凸起的地方才停下 然后把手指指腹放在那凸起的一点上轻轻打圈 直到那一点因为他的抚摸打圈变得坚硬挺拔 魏无羡压抑地喘息了一口 蓝战 你不累吗 我是看你累了不想折腾你 你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呢 没想到 蓝网机却轻轻按了一声 我不想识好歹 我只想要你 而且 这段时间总是回来得很晚 我都一直憋着不敢吵醒你 难得你今晚还醒着 我们就来坐吧 蓝网机说着就把手往下 伸进了魏无羡的裤子里 轻轻揉弄几下 就迫不及待把魏无羡的裤头往下拉成 魏无羡还被压着 于是 就着这样的姿势 反倒方便蓝网机从后面进入 五 魏无羡把头埋进臂弯里闷哼一声 紧接着 臀部就被人抬了起来 深入浅出的动作 伴随着射人心魄的呻吟 蓝网机撞击得越来越重 喘息也越来越粗 啊 魏无羡被撞得身体怂动 反手抓住蓝网机的大腿 喘息着哀求 蓝战 你 慢点 于是 一周的忙碌中 在魏无羡火气并未完全消散的情况下 由蓝网机亲自主导了一场温柔而热烈的情势 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已经是闹铃想过第三遍之后 闹铃是蓝网机的 比之前提早了一个小时 魏无羡伸手按掉闹铃 重新闭上眼睛 哼击道 蓝战 你到底还要忙多久啊 不知道 蓝网机也闭着眼睛 手指却能准确地摸到 魏无羡的耳垂 轻轻捏了捏之后 不确定地语气道 不过快了 等那快递中标 就能休息一段时间了 魏无羡嗡了一声 换了个姿势继续专心地睡觉